不过它也是肉是肉就香 这还有一种叫针鱼的 这家丑的也行啊来一条 这个已经是蓝色的 来一条丑的可挺新鲜 也不知道这是啥鱼啊 这家这嘴可真厉害 这嘴能吃人 就在超市买了这一条鱼 真挺便宜 咱也没吃过 尝一尝今天 这家这个嘴这个尖 这个嘴不用留了不能吃 反正容易扎着 先剁它哈 给它切段 锅都烧开去啊 咱们把泡好的木耳 还有这泡好的银耳 一起入锅焯一下 我家伙 腾云驾雾 切气飘飘哈 把木耳银耳全部焯熟 咱们把我给锅个凉 这个一黑一白配在一起 就老好了啊 起锅烧油 把这一块入锅 给它闹一下的 如果更加烹饭 吃点姜片 加点大蒜 这个炸一下 加点料酒 蒸汁酱油 吃点香 吃点香 加水 开嘴 哎呀 那头后 那不吃都老了啊 胖了这么大了 这个得整点看这香 再不吃的话变糠子了 哎 上来香鸡烟啊 这野蛮木耳咱给它控干水分 这凉拌碳就简单 自己喜欢啥料就放啥料 这切成小龙丝 这小凉碳咱就开拌了 这香油味得来一点小凉拌碳 那我这辣椒油咱来一些 这简单吧 帮上自己喜欢调料 咔咔咔咔一顿半就完活了 这是炝拌双耳 再搁点什么花生米 小辣椒啥的都可以 来小花生一点醉 立马像样的 咱再来点小香菜 别说这一条鱼吃完了 俩人也够吃了 这一人喝到四块呢 这个菜可别争别抢 公平的 这一回一做 配点这个馒头 我先来一口尝尝一个 这个有点很丢丢的 这一口尝尝一样 他俩可以给你吃的好吃 像半双耳鸣菜 好像这一只又啥样 怎么跟鲸鱼 他不温的那个肉 不是很活 但是汤 嗯 看不得这个鱼 哈哈哈哈 你一番话吧 看看咱这小木耳 一个一个单片小碗味的啊 这就和这鱼耳有明显区别 鱼耳的话就四四落落的 嗯 这鱼看上去挺好 肉就有点死 我以为它是蓝色刺的 但是它并不是